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要見到你 我要見到你 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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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格拉丹東 雪光 格拉丹東 雪光 啊耶 在路上 我只陪著我的渴望 穿過了一座座城市 河村 我只陪著我的渴望 在路上 河村 我逃過的地方 人們都很忙 沒有見過你 偷出隱藏的光嗎 在世上 我承受了我的蒼茫 卻看見你胸膛 奔動的大家 耶 我夢中的晴朗 沒有了力量 在風裡躺 走路 走路到自己的方向 走路到自己的方向 我要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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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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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格拉丹東 雪光 鵝羽 我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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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貼緊我 我的胸膛 像花開發 我要做你的 你的信仰 像母親那樣 與生命的太陽 從雪風直下 带着你的儿女返回故乡 我是你的你的你的 请贴紧我我的胸膛 像花开放 我要做你的你的新娘 像母亲那样 余生命的太阳 从雪风起下 带着你的儿女返回故乡 可我来单独 雪光 可我来单独 雪光 最后一个音短了一点 还可以平时唱的 还可以延长一些 另外这个中间 整个中地盛去好多了 声音实了 有色彩了 中间的高音的高音的地方 声音应该说还是很美的 很好听的 但是太平均了 就是从这个音乐上 这个感情上 这个幅度 它这个要通过你的这个 语言 通过你的音乐把它表现出来 我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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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个几段都是这样的 中间只要是在小节线里头 你就是通俗歌手啊 你不用就是说 作曲家写出来的那个谱子 你不用完全按照它的走 你在这个小节线里 你可以进行二度创作 我是你的你的你的 今天 就我是你的你的你的 就比那个要好听的多 就激情的多 就类似于这样的 因为也不好 中间不好断下来 半奏代嘛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 你完全可以就是 根据你的需要 根据感情的需要 你去不用给它唱的 完全平均 哎 我想那个作曲家 任何一个作曲家 都会喜欢 就是演员拿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能够有再二度创作 哎 能够使他想不到的 把它唱得非常有声明力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还要再加强一些 另外就是 就是我们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就是尤其不管是哪种唱法 当然尤其通俗歌手 就是在台上 你看就很有一种美感 包括姚貝娜在台上 他演唱他给人一种 很静的那种 静中带有一种激情 一种动感 哎 每个歌手的演员的 他的性格不一样 你想刚才李倩 他就是属于一直是 在属于热情奔放的那种动感中 带有一种内涵的东西 一种艺术的这种感染力 哎 一种柔的东西 他呢就是一直是在静中 带有一种一种就是激情 一种动的感动感的一种东西 很感人 很有一种美感 就是说每个每个人每个学生 他的个性不同 他每个人的他的条件不一样 不管是你是哪一种个性 哪一种嗓音的条件 就是说你在舞台上演唱 第一要科学 第二要有美感 观众听了要好听 哎这就是好的 那么呢就是说 呃我们就是 姚贝娜刚才的演唱 他一直给人一种 就是一种很美好的 那种感觉 他自己的这个舞台形象 他自己这些方面 他表现上 他都还是比较统一 比较协调 哎 呃作为学生就是演唱 嗯 往往呢就是在呃 容易忽视了这个舞台上的这种 学生的这种表演的东西 或者是形象上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说 学生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 就是作为我们老师 就是要在这一方面 要要加强一些 我想可能学生上台今后的演唱 他就不会呆板的 就就只顾着声音 只想着声音在那演唱 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一个艺术型 艺术歌唱 他不完全是听 他要看 所以呢就是说 嗯 在这个外形上表演上 他的这个艺术表现上 包括他的形象上 就是都要统一协调 包括就是他的唱相上 就所有的就是说 歌手演唱 唱相上都要很讲究他 很要求他 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 他比如说 有一句唱的 他有一个怪像 或者五官有点真宁 或者凝着劲了 嗯 不好看了 这个都要提醒他 都要让他要改掉 要注意 要给人一种美好的享受 美的感觉